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时候他跟金山两个人马路上跳跳跳跳 两个人一块跌到人家那个垫的橱窗里头 把人家橱窗都打碎 他流出血来刮破了也不顾 邋遢 特别邋遢 袜子到处扔 这毛病是大 跟我那个第二母亲皇后结婚以后 孩子毛病 臭毛病 哇 到处扔 赵丹是一个很有艺术家 独立性格的那么一个人 很激情 走到哪儿都是非常热闹的人物 他就想多演戏 我再演一个什么戏 我发现他只要一说起演戏 眉飞色舞 手舞足蹈 甚至说说就要表演起来 他一直是很透明 很纯的地人 当末代状元张简在这里兴实业办教育 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 第一个民间博物馆 第一所戏剧学校 第一所气象站便诞生了 南通 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1915年 赵丹就出生在这里 父亲是个剧院老板 不知是小城的文化和他的开放 还是自小在戏院的耳濡目染 赵丹梦想着当演员 中学时 他和朋友组剧社演进不戏 当局要逮捕他 因为他宣扬赤色 父亲也反对他 因为演戏的是戏字 没出戏 但赵丹听到有人要抓他 竟会激动不已 他对朋友说 我真高兴极了 自己终于是道地的革命者了 1931年夏天 16岁的赵丹离开家乡南通 只身来到上海 他考上了慈尚大学法政系 但他放弃了 转而又考入上海美专 主修国画 他似乎更热情于学生运动和美专剧团 演了很多进步戏剧 赵丹晚年回忆 那时真是小伙子睡凉炕 全凭火力壮 好像世界就掌握在我们手中 革命文艺将由我们一代来开拓似的 他名字原来叫赵凤敖 这是我父亲自己跟我说的 赵凤敖后来就参加革命 等于是参加游行什么的 当时都实行穿红颜色的 大衣礼是红的 里头那个小背心什么全是红的 红红红 干脆我改名字叫赵丹 就这样 这位老人是赵丹在美专剧团的好友 今年已一百岁高龄 但往事依然清晰 就要说写标语 写标语当时不给他们名的看见 我们在写标语 就是偷偷地在晚上 当我们组织好了 就是阿丹自己的好 他就来写 但我跟徐涛两个人就来把握 所以我们精神很高兴 就是觉得很勇敢 因为这是秘密工作 而是冒险的 因为一个不小心要给抓取了 好像都抓取也不怕 这就是年轻的时候 实际感情比较蓬勃一些 到上海美专的第二年 赵丹的表演天赋开始被人关注 他被明星影片公司相中 在多部影片中出演角色 你想他1932年的时候开始重演 然后一发不可受 在30年代短短的 这个五六年时间里面 他整整拍了20部电影 1937年 十字街头热影 赵丹演唱的主题歌 《春天里》成了流行歌曲 半年后 马路天使红遍上海 赵丹成了世人瞩目的明星 电影里的老赵 梦想有一份工作 能和兄弟四个住在一起 你看 我有了知悦了 你知道吗 真的 真的 我有了知悦 我们大姐多好了 我们大姐多好了 电影里的小陈 梦想能带着小红脱离苦海 你这样 是这样 而赵丹的梦想是什么呢 他的梦想会引导他做出什么来呢 我有我的人生观 我并不是为了老板 我不过想借这个机会来训练自己 罢了 一句话 值得做的事情都应该去做 在演电影的同时 赵丹还活跃于话剧舞台 在中国的电影史范畴当中 所谓的影和戏 这两者是很难分开的 实际上更多的人愿意 把电影当成是一种戏剧来看 我们说的赵丹电影当中 他有比较强的舞台化的痕迹 当然如果从今天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很多人可能不接受这一点 他也知道自己的表演 有舞台的夸张的成分 因此后来他还专门写片文章 他说要跟舞台表演 要保持距离 1935年6月 一部生的名剧《罗拉公演》 赵丹是男主角 演女主角的是蓝萍 后来赫赫有名的江青 赵丹的表演 是中国观众第一次欣赏到 以内心体验演绎的角色 这种被称为苏联斯坦尼体系的体验派表演方法 使人物显得生动而深刻 因为在那之前 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画剧 它实际上是一种文明戏 演员呢 他不会去就是说去通读了剧本 然后去体验生活 然后去设计这个所谓的人物的最高动作 去掌握他的动机 他实际上就是导演告诉你 你这个时候你要哭了 然后就哭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升起来 然后就把眼睛瞪起来 就是一种很表面化的 他这种表演呢 实际上是停留在一个非常简单机械的 这个对人的情绪的一种模仿的阶段 所以呢 这个这个严格说来 还不能算是一种表演 而真正的这个表演呢 它还是从斯坦尼体系引进以后 慢慢慢慢才开始的 之后 赵丹又运用斯坦尼表演方法 演了话剧《大雷雨》 再次引起轰动 由此 斯坦尼体系的表演方法 开始在整个影剧界有了影响 1936年 赵丹和话剧演员叶露西结婚 年底他们有了女儿 但孩子三个月不到 赵丹和妻子就随抗敌演剧第三对 沿京护县去宣传救亡 在抗日救亡的岁月里 中国的乡村田野 确实用不理解的哄笑声 迎接这位上海滩上的大明星的 赵丹很认真的在那演 激情洋洋的 然后泪流满面的 然后下面的这个农民 就聊天大孩子抽烟的 然后笑的 就干嘛没人看的 所以这个就把赵丹就给刺痛了 就是说 好像过去的这道方法不行啊 就是说没有办法适应这个 特别是农民啊 这个占人口最大多数的 他们没法理解 好莱坞的电影 对他这一生影响特别大 他这个 查斯·劳登 卡尔曼 罗伦斯·奥利威尔什么的 他背得一溜一溜的 每个人过着不同样的生活 这种不同样生活着的人 彼此可以影响 彼此可以冲突 他是演戏的 开始他是模仿的 是这么表演的 一会儿动眼睛动鼻子 就很多行李主义的东西 中国老头子嘛 他演得像外国人的老头子一样 所以你底下都好玩 因为是外国人外国人 到后来就看他 说来看谁啊 看外国老头子 就是他 所以他刺激很大 从那以后 他觉得自己要改了 就是应该 扎根于这个民间当中 抗战流亡的岁月 使赵德对演戏 有了一种敬畏感 以前 他演戏是因为内心喜欢 靠的是聪明和模仿 尽管马路天使的表演 他已经踏上了努力寻找生活依据的道路 但这时 他已明确了扎根生活的土壤 走现实主义道路 美国这边就是经济危机大萧条以后 苏联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 各方面工业发展非常快 然后他的艺术又是苏联时代的最辉煌的时候 大师云集 特别是在电影方面 他在这个镜头语言 包括表演 包括戏剧结构上面 都是非常前卫的 苏联平时比较严肃 比较严格 一看上去 实际是非常强 但是还也很有戏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对苏联电影是非常欢迎的 讲办法要去看 1939年夏天 赵丹离开了热爱他的影迷 从重庆去了新疆 他想在那里去苏联 为的是深入学习现实主义的斯坦尼体系 苏联也有很多学派 那个时候传的比较好的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术 比较占了上风 在苏联是很占地位的 我们简单也了解了一些 一次我们就感觉到 我们应该去学 新疆这个地区 实际比较进步 同时它靠近了苏联 一次这种关系 使得我们非常向往 假如说我们在新疆的话 我们也可以争取到苏联去 你瞧 我们已经站在云头里了 这真是天堂 真是 谁知 转眼间 原本标榜民主和平的军阀盛世才 投靠了国民党 赵丹和王维一 因和左翼组织关系密切被捕 他有一天 他说一个小监狱员 跑来 找单 过他 那么他就拿个布 给我眨眼睛 他快合布 眨了眼睛 就叫他跟他走 然后找单就跟着他跑 这跑来跑去 跑了好几个外围 出去之后 然后到了一个房间里头 那个监狱罐 就跟他说话了 然后你是找单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 他说我不知道 找单说我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啊 他说你们这个尺位 外围 把布 眨了我的眼睛 我怎么知道呢 叫他留一条缝给你看的 你们看吗 这监狱罐就告诉他 我们叫这个小监狱 留一条缝给你看的 你们看吗 找单就没话说了 说你这个人不老实 回去 就回去 不省了 过两天又来了 又把你拉去了 怎么样 你该讲一讲你的事实吧 我没有事实 你这个人不老实 我只知道 上一次我就知道你不老实 就打他了 要打他 据说打得很惨的 打这个长灯啊 就在这个手摆在那儿 把绳子绑起来 他不扮着打 他就出去啊 出去撒烟啊 赵丹在监狱里被关了五年 此理逃生地回到上海 但这时 所有的人都已相信 赵丹牺牲了 说被杀了 被枪毙 因为整个监狱 都倒到另外一个监狱去了 所以走的时候 大概都是怎么枪毙什么的 就误传 误传以后 那重庆那方面 就开了大型的追导会 那么我妈妈她们就 就以为她们真死了 哭了一塌糊涂 苏联没有去城 但生活给她留下了血与泪的生命体验 1948年拍摄电影《丽人行》 不仅男主角经受的刑法 都与赵丹在狱中的亲身经历相同 就连电影的情节 也与她的遭遇类似 当电影里的男主角出狱后 回上海寻找她失散的妻子 结果妻子已另嫁他人 她以为她死了 两人相见感慨万千 你信上说 一到内地就受人家陷害 吃官司 受了很多的苦吧 没有人招负你 谁也不认识我 你不应该去的 去的 不 我应该去的 你不应该去的 你去了 哭了我 哭了贝贝 也哭了 你自己 她五年在里头 思念我妈妈 说想得不得了 地上撒了芽粉 然后就画我妈妈的香啊什么的 无时无刻的不在 十年我妈 赵丹也去寻找自己的妻子 谁知妻子叶露西 确信她已在狱中死去 改嫁了他人 她说我看你妈 她恨不得一下子抱着她 但一看肚子大了 已经怀着别人的孩子 她说你妈也很 很矜持也很冷静 后来我爸就跪下来求她 抱着她说你 你把肚子大了 孩子大了 你跟我回去 一路是跟赵丹讲了 我已经破坏了一个家庭了 不要再破坏第二个家庭了 她那个时候就怀孕了嘛 而且说你还年轻 你可以再 再娶个妻子 建立一个新的家庭 这对她打击很大 她就喊了 到时候就说是经常到 嘉林江边 没人的 她就很痛苦 更重大的打击是 五年的牢狱之灾 损伤了赵丹的演技 她甚至想自己 已不能再当演员了 这使得一直消沉 她开始放浪行骸 浑恶度日 你要懂得 艺术家丢掉了一只 宝贵的表演的机会 那就是一辈子都追不回来的损失 你以后还能带这个赵丘社会 立得住脚 这时 黄宗英出现了 社会上有名 阿妹 快把桂圆汤盖上来 人生再次收获爱情的赵丹 重新振作了 《丽人行》 《乌鸦与麻雀》 这几部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就是她与黄宗英共同主演 当时的目标就是 从新疆到苏联去学 这个史丹尼斯拉夫 这个表演体系 抗产胜利以后 早点跟我觉得 回到上海 建立中国的表演体系 结果一事无成 都进了煎熬 要人自用呼吸 吃点苦 又算什么呢 这对我们是一种熬练 看谁 经得起熬练 她的话说 朦胧地追求 想建立中国民族的 演技表演体系 那么可能是 壮志未成 真正的中国的 民族的表演体系是什么 至少来说 阿丹当年 开了个很好头 当初为了扎实地学习外国的好东西 她去了新疆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人生之痛 并没有毁灭建立中国式表演体系的梦想 她怀着无以复加的心灵体验 走在了自己的艺术道路上 乌鸭与麻雀这个小广播这个人物呢 是赵丹切身实践所谓的斯坦尼的这种现实主义表演体系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个案 因为小广播也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当中 在社会底层挣扎的那样的一种人 而且这个人物呢 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同情 或者说是怎么样一个人物 他身上有非常复杂的 就是说这个作者对于这样的一类人物 他既有批判又有同情 既有嘲讽 但是呢又写了这个人最终的这种觉醒 这个对表演实际上是要求很高的 但是赵丹呢 他非常元熟地处理了这些问题 后天再去嘎 那就变成四两 大后天再卖出再去嘎 那就变成八两 二八一十六 都发费了 都发费了 他妈的我发费了 我发费了 我还到大后天 一九四九年五月 上海解放 高兴的不得 我们全家都高兴 而且那天解放那天 我们家 我爸爸妈妈 终于妈妈 我们三人出来 满街的解放军就躺在地上 根本就不敬老百姓家 我爸说 你看 这是人民的军队 就跟我讲 你看都不打扰老百姓 这才是我们人民的军队 当得知美专时期就在一起的挚友 徐涛早在三十年代 就是共产党员时 赵丹竟哭了 这是刚解放的时候 人家来参观来了 参观上一场 接管了 解放军的接管 介绍这个阿涛是共产党员 他傻了 他怎么他是共产党员 我怎么不是共产党员 都哭了 我怎么不是共产党员 他觉得他一比赢 他这么进步 解放了 我当然是党员 他想当然了 他不知道共产党 是这一套程序 还要介绍人 什么的都不知道 后来他终于入党了 这么一个天真的人 开国大典上 赵丹站在天安门观理台上 看着广场上 欢呼沸腾的人群 激动地高呼道 我们的时代到了 可以拍我们自己的电影了 就是我们的时代到了 就是 我们该怎么拍 我们电影 拍我们想拍的电影 艺术就是他的生命 他总是想着 很多很多好事情 可以做成 一个新的局面 将要出现在中国 将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这是历史上 从来又没有过的局面 让我们来共同参加这个 惊天动地的 伟大的事业吧